在贺信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将一如既往尊重 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 持续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对此 台湾一带一路经济促进协会理事长汪诞平十分有感 他说 今年第一季度台湾地区经济负成长3.02% 创历年新低 显示民进党当局配合美国企图对大陆脱钩锻炼 打压封堵两岸经贸的错误政策 已出现反噬恶果 台湾的经济离不开大陆 最近在世界景气向下滑的情况 唯有中国大陆它仍然还能在主要经济体里面 维持一个相当的经济成长 相对来讲的话 台湾刚好相反 因此台湾如果经济要好 当然很大的程度是仰赖大陆经济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总书记提的这个观念 台湾所有的不管哪个政党都应该体会到 这才是真的台湾该走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两岸同胞通过海峡论坛交流 交友 交心 厚执情意 增进福祉 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 台湾青年林明正认为 这对岛内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启示 他们应与大陆同胞一道 共同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觉得包括举办很多像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 目的就是告诉台湾的年轻人 你不要觉得自己就被困在这个岛上 而是你有一个大陆 是你很好的发展跟方向 你未来可以思考 不管是求学就业也好 都是你一个可以未来去发展的 一个方向跟这个目标 我能够记得要啊 你那没有听起来